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一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读过宋志问的杜汉江 也仔细体会过他那种尽相情奔切 不敢问来人的忐忑和矛盾 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 这首诗的情境是 诗人在京城遇到了从自己老家来的同乡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先来看看诗歌 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唐 王记 吕伯多年岁 老去不知回 呼逢门前客 道发故乡来 脸眉聚握手 破涕供贤卑 殷勤访访彭旧 区取问彭孩 衰踪多地直 若各赏池台 救援今在否 心术也应灾 柳杭疏密布 毛斋宽窄财 京疑何处竹 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 实际总生台 愿果谁先熟 灵花哪后开 积心止欲问 未报不须猜 行当屈下则 去见故原来 这首诗的作者是王记 他生活的时代 跨越了隋朝和唐朝初年 曾经三次出来做官 又三次辞官归也 这首诗应该写在 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 吕伯多年岁 老去不知回 头两句是说 在外漂泊了很多年 现在年纪大了 仍然没有想着回家 这个铺垫就非常精彩 看起来似乎诗人 不是那么思念故乡 那后面将会有什么 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情节的转换点 某一天 在门口碰见了一位客人 他说 他是从我的家乡来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平时生活在一个城市 你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 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有意识地和人谈起自己的家乡 但是 突然有一天 你碰见了一个人 他告诉你 他是从你老家来的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估计 首先你会感到意外 然后就会和他聊上一阵 诗人的描述是 脸眉俱握手 破涕 供贤卑 两个人热情地打了招呼 说起故乡 彼此都很动容 大家还一起饮酒了 那大家一起聊了什么呢 殷勤访朋友就 曲曲问同孩 那自然是先打听人的消息 先问的是过去的老朋友 再问的是家族里的一些小孩子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如果自己碰见一个老乡 是不是也是从认识的老朋友 老同学开始问 问完之后 通常就会问到一些小孩子了 即便是我们搞不清楚 这些孩子叫什么 也依然会问 因为他们可以被称为 谁家的孩子 没想到 诗人还接着问下去了 从衰宗多地址 若个赏亭台开始 一直问道 愿我谁先熟 灵花哪后开 都问了什么呢 众多的兄弟侄儿 谁去观赏园林亭台呢 旧日的庭院还在不在 新的树木也该栽上了 城行的柳树 种得疏密有致 茅屋修剪得宽窄得当 他们从哪里移来的竹子 又栽种了几棵梅树 沟渠里的水不应该断绝 爱生青苔的石头是否依旧 院子里哪一种果实先成熟 哪一片林子里的花最后绽放 事无巨细 依依问道 为什么要问这么仔细呢 诗人是给了答案的 那就是鸡心只欲问 未报不须猜 鸡心不是那个有心鸡的鸡心 鸡的本意是马的龙头 它的功能就是控制马 所以鸡又引申出 束缚和拘束这一类的意思 由此产生了一个词叫积履 就是指客居他乡 古代诗歌里还专门有一类积履诗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我客居在他乡 就想向你多打听一下老家的消息 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省得我猜来猜去 读到这里 我们应该理解诗人的这番苦心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评价这首诗的时候 说作者琐碎 问了这么多问题 还不如王维问一句 来日奇窗前 寒霉灼花味 我倒不这么认为 首先 这两首诗没有可比性 因为受诗歌的形式 表达习惯 甚至是作者 比时比地心情的影响 所以 同一个主题 肯定有不同的表现手法 其次 这是文学创作 不是发电报 不是比谁用的字最少 两首诗 各有各的好 王维的诗歌 我们留到明天再读 稍微说一下王继 这里所说的衰宗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指的就是衰败的家族 当然了 诗歌里是他自迁的说法 其实 王继的家族 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家族 先不说王家的祖上了 简单举几个 离王继最近的例子吧 我们很多人小时候读过三字经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经济明 方独子 搓其要 记其事 无子者 有寻扬 文中子 即老庄 这里所说的是 当把经书读明白以后 就可以读一下 朱子的书了 其中 文中子 名叫王通 他就是 王继的哥哥 王家 还出过另外一名 著名的才子 那就是写出 藤王阁序的 王伯 他是文中子 王通的孙子 算起来 王继 应该是王伯的叔祖 可惜 王伯出生的时候 王通和王继 都已经去世了 说回诗歌本身 最后还有两句 行当驱下则 去简 故原来 下则就是下则车 是一种小型轻便的车子 人们用它来田间运东西 这两句是整首诗的收尾 从开头的不知回 到现在 想回到家乡旧园子里去产出杂草 实际就是归隐相间的意思了 我们前面提到过 王继曾经三世三隐 最后终老于故乡 归隐 一直是他很向往的一件事情 人可能都是有乡愁的 即便是在交通和通讯 如此发达的今天 我们可以和故乡的亲人 同步知道很多信息 也能够借助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很快回家 但是 我们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比如 由于疫情 很多人就没有机会 回到老家过春节 想家的时候 就问问故人的情况吧 问多仔细 也不是啰嗦 我有一个 translations 但有一条 在帝房子上 就是这类的 让我尽力 帶来的